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需要前往花果山水莲洞天真顶 到达天真顶后 靠近那块仙石并点击进入 即可进入剧情界面并找到石垣 下面进入剧情动画 时间比较长 人物对话很有哲理 值得品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下哪里不是贼船 不上我这艘你以为就回得了头吗 这里是什么地方 那猴子啊 打小就这样 捡得好东西一定要拿到手 别人不给 他就抢 这眼见便习不择手段的臭毛病 与黑熊矜持又有何分别 小偷小摸要不得 学佛悟道就是大功德 我看哪 差不多 都差不多 好一只泼口 在地下成王成圣还不够 偏要跑在天上去讨个官做 可这天上没待几日 只因王母不请他赴宴 便怒发重关 恨不得把整个天宫都给拆了 诶 耳听极怒 自以妄为 和那黄毛畜生一个德行 养不熟 养不熟啊 那时他还小 不懂事儿吗 又没佛祖教 又没师父带 你这老人家也太小气 老救助人家小时候的丑事儿不放 大了也没好到哪儿去 他从那五指山下出来后 说是懂了礼数 说了嘻嘻 这吃果这一泡尿 就全露馅儿了 母孙长自封偶像 从来没把佛祖师父那些教诲 放在心上来 顽皮而已 天生本事大的人啊 骨子里都有那么点自恋 我也一样 骨子里有那么多 毕竟致爱 目空一切 比起那黄梅小子的狂妄 我看也不慌多让 这不是那谁吗 赵什么 夫人的 弄得师父一路之下 把师兄赶回了老家 在白狐岭 他倒是狠心绝情 接连三次打碎过去的爱人 自以为从此不会再有牵挂 坑年明白 他心里根本没有放下 不然也不至于成了佛 仍要旨意逃离灵山 蛇长一丝 都几一蛇 这一点他像你 还有你的那些个情人 无论身在何处 永远是涅海晴天的囚徒 别撤我 老朱是汇根不够 师兄子那次后 情情爱爱的消停多了 八戒 仔细看看 这里很多你的好朋友 酒肉一场 算我的朋友 酒肉朋友 也是朋友 你说是就是吧 这几个老兄弟 似乎没得一个善终啊 是啊 古往今来的奇才 我只能输一能之事 何其之多 但真正成就不朽工业的 寥寥无几 你们可知为何 呃 世道不公 世道从来不公 孕之不好 孕起 只是强者的签词 那只能是 嘿嘿嘿嘿 没我老朱英镇了 嘿嘿嘿嘿嘿嘿 因为空有天赋 不思进取 小富极暗沉迷享乐 想安逸又想名利 想快逸江湖 又想成佛作俗 哪有这样的好事 身本多优 怎可全球 牛魔王如此 孙悟空 也如此 有天命的眷顾 更许有斩断 私心烦念的觉悟 你 可记好了 老虎 这不能是师兄的回忆啊 你又弄鬼哄我们 哎 如今六根还缺一根 阿杰 是哪一根 眼耳鼻舌身意 意 舌身意 你方才看到了什么 我们仨 那就是最后一根 哦 哦 我懂了 是你 我一早就猜疑 感冒你才是大师兄的意 难怪一路引导我们 不是我 是他 什么鬼话 你说他是大师兄 是 也不是 我说你这个老胡子 都到这儿了 还寒寒糊糊买什么关子 哎 大生死后 六根中有五根存入下来 被几个妖王分去 唯独一 没了 以为六根之手 是每个生命独一无二的本质 正因如此 他注定会随着生命的士气而殒灭 等等 你说大师兄死透了 活不回来了 你个老东西 一直在骗我们 你个老东西 你的大师兄 绝无可能复生了 但他的根本 并没有消除 天地也自会再生出一个合适的后背 把那根本连同名号 一起传下去 这天选的后背 便是天逆人 你 原是无名之人 却在极其六根的途中 斗了重重艰险 占了许多强者 淬炼出了 足以配得上那份力量的刚强意志 你是说 让这小猴子顶替我师兄 他配吗 孙悟空早就死了 八剑 你兄弟明白 你那师兄从来没那么圆满 孙悟空记忆不在 等借过这名号的人 或者是他 到啦 到了 后面我们不便再送 你须独自过去 孙悟空死后 留下了一句六根全无的残破苦衬 纵然多年过去 那残渠仍有天然灵伺 能感应自己生前的气息 你若真是天命所归 便却亲手将这句 不生不灭 无魂无魄的僵尸处去 从此六根合一 西游重处 不成不成啊 太医生默默处处的 我不放心 我从来一起去 这个地方 本就是悟空死后残如的直面所化 这返本还原的最后一贯 只有靠他自己 你我帮不上忙 不信 你看 小猴子 好折子 打不过就跑 悟空的名头 咱不要赢了 与石猿的战斗 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再一阶段 石猿垂及地面 产生冲击波 我们可在他砸地的瞬间躲避 石猿使用铜头铁壁时 露出破绽不动 若此时攻击会产生反弹 我们需注意 及时收手并翻轨 以躲避其后续攻击 我差点了 我差点了 啊 有新冠军 试骂 零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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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次攻擊 1 2 2 5 5 6 6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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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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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Boss战进入第二阶段的明显特征是石猴手上冒着金光 此阶段使人的攻击更加频繁 和难以预测 需要小心应对 当他使用冰属性砸地时 我们需要往范围外跑去 远离石猴 石猴会进行投机攻击 抓取天命人 我们要注意躲避 他还会变出另外一个分身一起战斗 分身拥有独立血条 可以优先击杀风生 使用冰属性时 食言身体受到多次攻击后 会化成冰块甲身 此时攻击无效 我们需要等待本体出现后再进行攻击 在战斗中 我们要保持与石猴的安全距离 及时躲避石猴的攻击 同时寻找合适的时机进行反攻 利用四段蓄力棍式和芭蕉扇等技能 可以有效提高对石猴的伤害输出 有机会来一切 对石猴的有效 自己进行攻击 进行攻击 对石猴的 不 稍等 进行攻击 那 大 不准备 1 2 2 3 5 5 5 6 5 5 7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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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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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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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成佛的 根本不是他 真正的他 早就死在了西行路上 还有人说 西游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他只不过是 说书人杜撰的一只猴子 但我要讲的故事 你们一定没有听过 现在 现在天命年达到了六更合一 到这里游戏就通关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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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